儿子求父亲帮自己圆太监梦 父亲非但不制止 反而夸儿子懂事 手起刀落珠丽儿子的梦想 男孩鸣叫莱喜 之所以想做太监 竟然只是为了吃鸡屁股 他自幼家庭贫困 经常鸡一顿饱一顿 唯一的心愿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吃上饱饭 适逢大太监晓得张一锦还乡 那叫一个风光 小伙伴们每天都去晓得张家门口 捡剩饭剩菜吃 他们发现太监家的剩饭 都是他们从没吃过的山珍海味 里面还有莱喜最爱吃的鸡屁股 幼小的莱喜认为 太监就是最有前途的职业 于是萌生出进宫当太监的想法 毕竟这个行业入制门槛低 只需要切掉一块肉 就可以当上公务员 天真的莱喜请求父亲帮自己圆梦 一想到以后每天都有鸡屁股吃 英书欣然同意 然后手起刀落 满足了莱喜的愿望 之后英书跟邻居借来二两油 油炸过后风干 这样就不会腐烂 可是这一刀下去 莱喜昏迷了三天三夜 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总算是捡回一条命 醒来后莱喜想撒尿 母亲只能用羽毛帮她戳个洞 钻心的疼痛让莱喜又昏了过去 好不容易熬到头 却传来一个噩耗 皇帝溥仪退位 大清亡了 莱喜成了中国最后一个太监 这下后悔都来不及 面对村里人的议论 英书决定带莱喜离开避避风头 临行前母亲叮嘱儿子 一定要保管好宝贝 等死的时候一起下葬 这样莱喜才能投胎做人 单纯的莱喜还以为自己终于能进宫 她承诺等自己一锦还乡 一定要请全村吃鸡屁股 英书把她送进城里一个戏班 然后告诉莱喜 每个太监进宫前都必须学会一门手艺 莱喜把父亲的话牢记在心 十年后她成了戏班的台柱子 一手贵妃最久赢得满堂贺彩 就连楼上的大帅也拍手叫好 莱喜靠着门手艺赚了不少钱 但她全部寄回家里 自己一分不花 鞋子都烂得不成样子 师父让她去买双鞋 她却说旧鞋穿着舒服 但莱喜从未放弃做太监的梦 有空就向师父打听 究竟什么时候能进宫 师父只能敷衍她 让她掩饰好自己的身份 不然被发现就不能进宫了 所以不管是上厕所 换衣服还是洗澡 莱喜都避开师兄弟们 大伙都笑她像个姑娘扭扭捏捏 说什么都要带莱喜去喝花酒 众人起哄吵着要让她见见失眠 结果在青楼竟遇见了儿时的青梅竹马 故有重逢两人格外开心 朝地倾诉起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原来自从家里有了弟弟 为了省下钱 父母把她卖掉换成粮食 一个大活人 卖得比猪都便宜 她自然不愿意待在青楼 莱喜承诺一定会替她赎身 于是找到师父借钱 没想到正好撞见几个士兵 他们是大帅府的 原来大帅看上了莱喜 派人请她去府上一许 夜晚莱喜却一管回到西班 军官趾高气扬地表示 大帅对莱喜非常满意 明天就要八台大轿迎她过门 师父没办法 只能让莱喜和朝地连夜逃跑 临行前她将莱喜的宝贝还给她 却被好奇的朝地一把抢了过去 女人意外发现 爱人竟然是太监 她一时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莱喜跪着地上 请求朝地别走 朝地却头也不回地跑了 爱人的离去让她心灰意冷 莱喜觉得不管在哪 自己都是个怪物 师父决定送她进宫 这样既不会被人当作怪物 大帅也不轻易赶进紫禁城抓人 正好两全其美 于是花钱请人疏通关系 把莱喜送进了宫 但大清已经亡了 门口的侍卫变成了士兵 刚进宫她还不习惯 笨手笨脚的被管事太监训斥 雁明正身后她被带去宝贝房 在宫里太监的宝贝要统一保管 莱喜看到里面挂满了盒子 地位越高的 挂的也就越高 最上面供奉的 就是大太监里联姻的宝贝 莱喜刚来只能挂在最下面 她暗自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 这天他们去玉泉山为皇上取水 莱喜还以为是个苦差事 但是小李子高深莫测地说 这可是个肥差事 莱喜惑不解 原来小李子趁着外出取水的机会 偷偷把皇宫里的字画拿出去卖 他们中饱私囊的行为 让正直的莱喜十分反感 于是上报给了管事太监丁公公 见惯了宫里屈炎富士吃里爬外的家伙 丁公公没想到还能有莱喜这样 忠心耿耿一心向着皇上的人 一天出宫时果然官兵收到风声上前搜查 却一无所获 莱喜着急连忙上前指正 却反被冤枉成小偷 他们不听解释带走了莱喜 原来这些人早就沆泻一气 借机从中牟利 莱喜挨了一顿毒打 好在保住一条命 看来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 丁公公决定让莱喜直见皇上 他莱喜学过唱戏 想让他在表演的时候 当众揭露太监偷盗字画的事 好在机会很快就找上门 这天皇后宛容想听戏 丁公公故意安排莱喜 当着管事的面表演 莱喜的表现正中对方吓怀 当即要求他准备节目上台表演 丁公公写了一篇签字文 日日督促莱喜背诵 两人好不容易准备妥当 宫里却突然烧起大火 原来是值班的太监王护之首 皇上一怒之下 要将所有太监驱逐出宫 不愿离宫的就地处死 一时间宫里乱成一锅粥 大家顾不上收拾家当 争先恐后跑进宝贝房 想取回自己的宝贝 场面太过慌乱 来迟一步的莱喜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宝贝 被别人抢走了 他只能随便捡起一个揣进兜里 出宫后的莱喜 想回戏班子找师傅 可戏院早已破败不堪人去楼空 大街上到处都是横死的难民 莱喜竟又遇到了昭帝 他挺着个大肚子 在地上寻找丈夫的尸体 可惜却一无所获 原来当年两人分别后 昭帝在路上救了华仔 两人很快洗劫脸里 还怀上了华仔的孩子 可眼看昭帝临盆在即 逃难时却和丈夫走散 莱喜不忍心看着一个孕妇漂泊无一 于是承担起了照顾他的责任 就这样两人搭伙过起了日子 之后昭帝顺利生下一个儿子 因为是在京城里出生 所以取名为京生 莱喜丝毫不介意 他把昭帝的儿子当作亲生儿子看待 对母子俩照顾得无微不至 平日里靠着麦酸梅汤养活一家子 生活虽然不富裕 但吃喝不愁 日子也算和和美美 这是这天一个人的出现 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太监当众脱下裤子 大摇大摆地在火车站叫嚣 周围的乘客都投来一样的眼光 警卫将他一把摁在地上 就是一顿毒打 可莱喜非但不求饶 还继续出言挑衅 这时火车缓缓启动 莱喜露出示然的眼神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幕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就在几天前 皇帝溥仪被赶出皇宫 日本人将他软禁起来 眼见皇上有难 丁公公突然找上门 想和莱喜一起救出皇上 可莱喜已经有了家庭 不想再掺和这些是是非非 丁公公竟已死相逼 如果莱喜不答应他就上吊 莱喜没有办法 只能答应了丁公公 这个决定也惹得昭地生气 面对爱人和义父两难的抉择 莱喜思考了一夜 最终剃掉头发跟随丁公公离开 他们换上衣服 来到大使馆 要求见皇上一面 对方不让他们进去 丁公公想冲进去 却被一脚踢翻在地 接着就是一顿毒打 丁公公的宝贝掉在地上 竟被看门狗一口吃掉 这时皇上走了出来 但周围的看守催促他离开 随后丁公公跪在地上断气而亡 来洗安葬衣服 将自己的宝贝埋进去陪葬 希望丁公公来世 能做个完完整整的人 之后他回到了家 恳求昭地的原谅 这些话打动了昭地的心 他没有再计较来昭地离开 答应和他继续过日子 来席鼓起勇气向昭地求婚 承诺会一辈子对他好 再也不离开他身边 还会把今生抚养成人 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 昭地害羞地点头答应 来洗开心得要出去买好些菜 昭地拦着他 听到这个称呼 他喜出望外笑的合不拢嘴 可当他提着灯笼回来时 却看见了失魂落魄的昭地 原来是今生的亲生父亲回来了 男人名叫华仔 昭地质问他为何现在才回来 华仔解释说 自己这些年被四处通缉 一直以来东躲西藏 害怕牵连到妻儿 他才不辞而别 这些年也一直没来找母子俩 如今局势总算稳定些了 他想接昭地和儿子去上海 来洗心理清楚 自己只是个太监 终究不是今生的亲爹 他把怀中哭泣的儿子交给了华仔 孩子哭着喊着爸爸 面对心爱的丈夫 和深爱自己的来洗 昭地彻夜难眠 最终还是决定跟华仔走 可到了火车站 宣誓令已经贴满整个车站 警卫发现了异常 准备上前抓捕 华仔抱着孩子想要混上车 可前后左右都是敌人 眼见叉翅南飞 来洗却突然出现 原来他一直在暗处保护着昭地一行人 他穿着太监服饰 大喊皇帝出巡 闲人免禁 举着旗子装风卖傻 吸引了警卫的注意力 剩下的人还准备上前搜查火车 来洗不能眼睁睁看着昭地陷入危险 干脆豁出去了 他脱下裤子展示自己残缺的身体 这是他最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 也是他一辈子最大的伤痛 此刻他抛弃了自尊 当众揭开伤疤 只为掩护爱人离开 他虽然身体上不是男人 但要证明在精神上 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看着火车离开 来洗如是重负 正当他失落时 朝地抱着孩子出现在轨道上 他最终选择了留下 陪在来洗身边